KoCon開箱的單元 大家好,我是Sean 各位今天又來到我們公共開箱的單元 那我們以往的開箱影片都是做一些單一產品的介紹 那我們這次不一樣啦 我們本次要來開箱的是 基於現今業界對於物聯網和ESG這些重要議題的解決方案 我們斯坦達提出的這個 IIoT數位智慧化工廠解決方案 各位呢現在在畫面上看到了這個 HMS集團Flexi 205數據採集模組的展示架 那先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會用到這個解決方案 現今業界環境 逐漸朝向工業4.0發展 以及對ESG企業永續經營的重視 使得國內外各個廠牌也將產線 從自動化開始陸續轉型成智慧化 那要達成智慧化工廠的目標 最主要的就是將工廠內所有的設備狀態都資訊化 並且讓這些資料轉換成圖像 讓我們可以用最直覺的方式來管理工廠 那本次這個展示架 我們用到工廠中最常見到的幾個感測元件 分別是二氧化碳、溫濕度和空氣品質的感測器 以及量測電壓電流的電表 最後則是顯示設備生產狀態的 駕動指示燈來模擬真實的工廠環境 並且將這些元件收集到的資料 都整合到POC 也就是控制器裡面做到資料的二次處理 最後再將資料透過本次的主角 Flexi 205 Gateway 上傳到Talk2M這個雲端伺服器 讓我們可以透過遠端VPN的連線方式 並且利用瀏覽器看到客製化的Web Dashboard 那在設計畫面上HMS也有提供一個 完全免費的設計軟體 V1 讓我們可以用最簡單拖拉放的方式 來規劃Web介面 那以本次這個展示架的Dashboard為例 各位可以看到 當前所有感測元件最即時的數據 除此之外 還可以用折線圖的方式 來呈現歷史數據 讓我們可以進一步的來觀察工廠的狀態 甚至我們還可以設計一個機台的架動趨勢圖 藉此來監測工廠內流水線的生產狀態 以此確保生產率 並且本次介紹的Flexi 205數據採集模組 本身有內建市面上絕大多數PLC資源的通訊協議 以及在資訊安全上 也有通過ISO 27001的資安認證 藉此來確保工廠內的任何資料 不會因遠端VPN連線而有外洩的可能性 讓我們可以用安全便宜且簡易的方式 來規劃智慧化工廠的解決方案 那各位如果對於本次介紹的這顆Flexi 205數據採集模組 有興趣的話 可以進到我們斯藤達股份有限公司的官網 那大家如果有需要我們公司的官網連結的話 我也會將它放在我們下方的資訊欄供各位做使用 那進來之後呢大家可以往下滑 這邊就有我們目前有在販售的所有產品及服務 那各位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畫面上的這些產品 有運用在哪些實際的應用上 大家可以點擊右上角的成功案例 我們點進去 那這邊呢就會有很多我們斯藤達跟其他暗場合作過的一些成功案例 供各位做一個參考 又或者大家想要進一步了解我們產品 也可以點擊右上角的訓練課程 我們每一季都會在下方發布我們的實體 或者是線上課程的資訊 供各位做使用 那各位如果想要了解我們本次這顆Flexi 205數據採集模組的話 可以到我們上方的產品資訊 裡面呢會有個HMS e-wall 並且旁邊會有個Flexi 205我們可以點進來 這裡就會有一個行路下載我們可以按進去 那裡面呢就會有我們本次這顆Flexi 205相關的資訊 供各位做一個參考 或者對於本次的產品呢有興趣 想要跟我們直接聯絡的話 可以回到我們公司的官網 上方呢會有一個聯絡我們直接按進去 這裡呢就會有我們台中部門 跟台北部門的聯絡資訊供各位做一個參考 各位如果喜歡我們這種類型的開箱影片的話 也可以幫我們訂閱按讚並開啟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們後面所有的影片內容哦 對於本頻道所有的影片內容有任何疑問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左側的平台討論區 來跟我們進行交流哦 或者對於影片中的產品有興趣 想要跟我們有一個更進一步合作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右側的官方LINE來進行洽詢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掰 T surgery F3 F3 F0 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